對呀,我快到了三年左右,四節左右 很大方地跟大家說 有很多人不想慶祝嗎? 可能人大了,也不用太多人去慶祝 我覺得一家人有寶寶一起慶祝 就已經吃頓飯拍得OK 其實也不是寫真,因為我之前出了一本寫真 我就說過我只出了一本寫真 家印都不會家印 所以現在這兩本呢 一本是阿司徒甲戴出的 因為它有我很多的絲物照 就是之前的一些照片 所以它就覺得不浪費 就有很多女生的合集 但我自己主力呢 我覺得大家一定要買的是我自己的散文集 散文集裡面也有很多漂亮的照片 我特意去日本拍攝 而散文集的文字呢 我是寫了很多晚 寫了很多晚 寫到眼睛都蒙了 看相片多些 其實呢,我想說 我在這個社交網站那裡 鋪了一個散文集的照片 是沒有什麼like的 但我一鋪了一個 司徒甲戴的比較性感那張 立刻大家都很現實 搞得我真的 有點失望 但也不要緊的 我都見到很多人說 我會支持我本《散文集》 因為其實我本身讀中文的 我不知道大家是否知道這件事 所以我小時候已經很想出本《散文集》 就是自己的書 所以今年就一定要滿足這個願望 《散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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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老公是不介意的 她跟我說 我尺度比你大 所以她是說不用問我 因為她知道我出的照片 其實真的不會說 性感過她的尺度 她說不露點就可以 好